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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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二百多人主动投案 说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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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记书记我坦白我坦白我交代 我还有一个事情要交代 很好啊 主动交代 省的中纪委 数的北京市纪委 介绍很多麻烦 这一年以来查处的这典型案例 违反政治纪律的 政治规矩的 国企腐败的 教育科研领域当中腐败的 政法系统违法违规的 末世纪律利益的 还有就是四封 四封 花样翻新 末世组织纪律等等等等 问题非常突出 今年开大会的时候 又把这事抖了一遍 一个月滴落出一切 点醒来 比方说像北京市政法职业学院 北京市政法职业学院 你在北京清华 清华 人大 北大 这么多 国家一流大学在的时候 你说北京政法职业学院 这一地方 一个普通教师 有什么机会搞腐败 嘿 人家特别有创造性 人家属于大众创新 万众创业 那个圈子里边很多人都搞不下去 他搞下去了 他利用期末考试监考的机会 就这么一点一个机会 人家抓住了 他把两个呢 存有有害信息的U盘 交给呢同场的监考老师 还把那有相关内容的拷贝 拷贝到多间教师的公共电脑里 在校园内公然传播 哈喽家伙 你知道吗 这犯罪吧 一个国家实验动物研究中心 我说另外一个事了 动物房里竟然空空如也 动物呢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 原总工程师北京实验动物研究中心 原来主任叫王小柯 你说动物哪去了 我就告诉你 他们家境外存款一千一千二百多万元 什么钱 美元 国内现金存款六千多万元 他是这么一个总工程师 长达两个多小时通报里面 这种案子一个一个 每年开会都这样 触目惊心 所以我说开这种会的时候 那那那那那那下边听听听会 听会的人 甭说主会场分会场都这么做 表情都这样 嘿嘿 所以这会呀 我觉得一年开一次不够 应该经常开 应该警钟长鸣 你不能一年敲一回呀 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要有足够的震慑力 这种会如果早些年也开开的更有时效 也许今天的情况会好一些 比如说谈到这个王小柯的一个案子 北京市这个 现在科学技术研究院的党组书记 叫方立 他说我心情沉重啊 这个案子造成了国有资产1.14亿的这个损失 教训深刻 我们必须要怎么着怎么反面教育 怎么怎么讲了一大通 解决问题的办法 依照我们这个惯例啊 大会对去年警示教育 以来受处分的四局就干的就42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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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名 所以下面听会的人就会听 哇 讲到我们单位了 讲到李书记了 讲到赵主任了 一个一个讲 所以这会效果非常之好 昌平区的纪委书记 监委书记 朱平他就说了 说这环节震慑作用大呀 这环节震慑作用警醒效果 尤其图书 你比方说我们昌平的干部 听到点昌平 通报点昌平的名字的时候 那你是什么感觉 就咱们身边这么多事啊 深感到反腐败斗争 形势严峻 复杂 那推进三 推进这个什么的 反腐败斗争 责任在间啊 任务兼具 等等等等 上期我跟各位说 图仁堂 暗宫牛荒丸 那是多少 这几百年 多少代人努力弄出来的金字招牌 现在将他们给毁了 叫他们给屠了 以至于人家拿到 拿到这个 同仁堂的暗宫牛荒丸 都觉得这个东西 可能会有问题 所以你说 你说这个高振坤 你这帮人政治上团团火火 作风上你不担当 不作为 经济上你偷偷摸摸摸 都得塞钱 是吧 扣腰带下边还有问题 你干工牛荒丸 牟利 现在同仁堂搞的专项整治 就是暗宫牛荒丸 专项整治 强化采购营销改革完善制度 一共有14项制度 希望能够从各个环节 推进反腐败的斗争 高振坤他为什么能行啊 他一把手啊 一把手啊 他就说了算 家天下他自己 甚至是以我为核心 这全是哥们弟兄 哥们弟兄 这么一个组织 上边再派来干部 他给人挤出去 找大师算卦算命 把那个外来干部挤出去 所以这一把手的管理 太重要了 这个薄肉环节 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 一把手权力过大的问题 那你这腐败斗争 反腐败斗争 没有办法进行下去 这个北京市这种警示教育大会 每年搞一次 去年给大家印象最深的是 是我们去年是哪个哪个区 顺义区 顺义区的原来的区北书记 叫王刚 这名字好记啊 不是拿大锤子砸文物那个王刚 不是野和珅的王刚 是顺义区的原来的书记王刚 顺义区王刚说 原来每年教育大会 他都是领导干部 坐在会场 他教育别人 回去以后整个顺义 都在听他教育 没想到他自己成了阶下球了 什么事啊 他跟北京一家企业 一家企业呢 人不是有个纠纷吗 他掺和到里面去了 掺和到里面去之后呢 他自己一碗水不能端平 自己对自己要求不严 哎 结果呢 国有资产4.6亿啊 就叫不法商人给拿走了 国家资产遭受重大损失 什么概念 顺义区总收入3.3% 就因为他这个决策拿走了 那当然国家重大损失 那当浪一声就落马了 这个王刚这个书记啊 这位的人都说 这个人人情恋达呀 智商很高啊 警觉性很高啊 巨腹师永不沾呢 但是有一个人叫何波就把他搞定了 这何波这人厉害 何波 第一是假党员 第二是假履历 假学历 假支撑 假公务员 假政协委员 这123 我说了几条了 六条 叫六甲人员 他居然就能围猎王刚 找个机会就把王刚的就给搞定了 王刚深陷权力带来的幻象 以为自己了不起 想不到的是他以为能够把控局面 想不到的是他自己最后变成个棋子 他陶醉了 每年五一 如果接不到何波的电话 他就觉得很奇怪 为了帮助何波侵占国有资产 王刚呢 他主动拉拢周边那些大员干部 建立利益同盟 那这件事涉及到 乡镇伟办局国有企业一把手七个 这不是七个 这七个 七个 结果呢 顺意密云昌平平谷 北京市市交 包括核心城区 四十多个党员干部一块设计到案子里面去 四个多一 你说这这事儿 这事儿 教育多深刻啊 在北京发生的事儿啊 这通报的具体内容就太多了 看起来这个每年的警示教育大会 实在是有继续继续这个通报 继续召开之必要 有人问了司法男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事儿 我看中纪委网站呢 中纪网站通报的 你以为是我自己听隔壁王奶奶说的事儿 那具体事儿我哪知道他说的 信息源准备准备 我不能说的 中纪委网站上明确载明的 您可以上去看一看 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我在跟你讲这些事情 你脑子想不想过一个问题 你说人家都当干部了 人家都这么大级别的干部了 人家都是甚至当代表了 呆夫重要领导责任了 培养这么多年了 他怎么还干这种事儿呢 更深刻的问题是 老百姓都知道这事儿不能碰的事儿 他怎么能碰呢 更深刻的问题是 他们犯罪的概率居然 有统计数字数 2015年前后我就记得 高中林他们那些人 他就是中文法区教授 他们讲现在呢 官员犯罪的概率啊 甚至包括人大代表 犯罪的概率比老百姓高 也就是说为啥他越懂法 越容易犯罪呢 前几天看到一个消息 所以说四年当中全国有 在全国呢 就2900多个人大代表当中 因为违法犯罪被罢免有26个人 这还是前几年的数字 简单分析一下 人大代表出事儿概率 千分之八点七 同期老百姓犯罪概率多少啊 遗憾的是找不到详细资料 但是有些数字啊 却是明摆着的 比方说 我有个朋友叫陈中林啊 陈中林 这中心的中 那是个法学教授 重庆的 他是我们国家很著名的法学家 他根据99年到2003年最高检 和最高法报告等相关数据呢 他计算出一个概率呢 就是说中国普通老百姓犯罪率是四百分之一 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呢是百二百分之一 司法机关犯罪率是一百分之一点五 这三个数字啊 老百姓的四百分之一啊 这个一般的机关人工作人员犯罪二百分之一 那司法机关犯罪是一百分之一点五 这个结果显示这分母不一样 那这个结果显示 就是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的概率 比普通老百姓的犯罪率高 高出来差不多一倍 所以呢 惩治犯罪的司法人员的犯罪率 则是普通老百姓的六倍 这个数字因为是陈忠林他自己搞学术研究的单独的数字 没有没有其他的权威部门的附和 所以现在姑且这么一说 但是大概趋势是这样 确实是我们有些事 我权力的一些人他们自己不仅点 以至于他们的犯罪概率常在河边走 他们失谐嘛 我们老百姓没机会河边走 还是很多年前十多年前了 2015年 那两会上有个两个报告 说04年 普通老百姓犯罪的概率是9.5%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概率是17.8%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为侵犯公民权利 而导致犯罪的增幅是13.3% 说明你虽然使党和人民赋予你那么高的责任 你却犯罪更轻易 这说明什么问题啊 08年的时候 那时候公知甚嚣尘尘上 与意识形态舆论场斗争尖锐之复杂 当时的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报告当中就说了 08年全国各级法院共审结案件 刑事案件多少是768,130件 判处呢 罪犯多少多少人 中国13亿人口 按这个数字计算 中国老百姓啊 每万人口刑事犯罪率是7.74% 2008年全国人大代表是2980人 去年这个2007年被罢免4人 有三人因为被审查次序代表 距离刑事犯罪 那当然就差一步之要 代表老百姓犯罪 代表犯罪率高达0.235% 比普通老百姓犯罪率高三倍 我那个朋友给我提供这数字 这个数字 这个我这么说出去心里在想 哎呀这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执法犯法的问题 这些数字也许说明犯罪率高 说明手握权力 他犯罪的 有机会犯罪 而行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人民代表司法人员 你现在犯罪给社会带来的危害 就更加严重 大家知道反腐外斗争 一直在进行 但是2012年重拳出击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现在没有数字 如果数字的话 2012年到现在这种呢 下马了的 落马了的那些贪腐的官员 可能较至2008 2007那时候 可能就更严重一些 说明什么 说明需要警钟长鸣 说明什么 说明需要呢 有一个刚性原则 手末伸 伸手必被捉 只有伸手必被捉 他侥幸心理不能得逞 那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避免的这些 党培养了这么多年的一个优秀人才 最后呢变成一个贪腐分子犯罪分子 所以话说回来 北京市这种呢 现场警示教育大会每年开一次 滴了一个一个的案件 放一个一个片子给大家看 然后点名道姓 讲你们单位 张三李四 司机局处级干部 谁谁谁谁谁谁谁 这事好 因为教育是手段 推动举一反三 做实整改 才是最终的目的 很多人从大会返回现场 据说同仁堂集团的党委书记 现在的王贵平统治 立即召开各部门大会传达 说上级派来领导干部 被这个高震坤排挤 他现在这事全是怎么怎么重视 砸了我们牌子 砸了我们牌子 我们必须得怎么怎么样 现在要解决 团团伙伙作朋不正的问题 你安公牛黄晚这件事 专项斗争开始了 我们必须要恢复 我们百年老字号的声誉 必须把这种高震坤的团团伙伙 那些人全部都打扫干净 过去个老词叫肃清谁谁谁谁之流毒 这个词过去不太说了 这两年我看又偶有 偶然 又有的时候再会讲肃清流毒 这个流毒啊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认识 毛主席说外音是变化的条件 内音是变化的根据 这件事呢他们结火成事了 他做成团团伙伙了 这里面有利益啊 政治上他他开会的时候 他表态说的一切都好 他说的蛮好啊 主席台上他比你会讲啊 但是在底下呢他又盈盈勾勾 因此怎么解决两面人的问题 我们现在呢 纪委纪检系统监察系统工作的同志 能力特别强大 但是这支专业队伍够不够 我们可不可以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 要专业队伍和群众路线相结合 我们党依靠群众发动群众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如果动员老百姓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想你们单位谁什么样啊 隔壁王奶奶说一揭屁股 老百姓都知道 所以呢专业团队他们太辛苦了 中纪委巡视组回头看天天累的 焦头烂额甚至人养麻烦的 这词不准 但意思就是说忙的脚丫子朝天 那如果发动老百姓来解决 这些贪腐分子的问题 动员群众来监督 黄炎培和毛主席在窑洞里对话的时候 毛主席说我们找到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群众监督使人呢 不敢不努力 如不如此便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 感谢收看我们下期